天九点多蓝衣外送员 提着修滚滚的居酒屋美食 走进巷子内 确认地址后 按下门铃 不到几秒钟 大门一开 成功送达 一规定拍照 只不过 隔了近四个钟头 此时已经临场 一点多 同一名男外送员 竟然再度出现住家楼下 不只拿手机拍照 甚至看到了吗 画面放大着外送员 接连按了三下门铃 接着转头 立刻走人 为什么是我们要害怕 就是他们应该 要先把关好外送员的素质 凌晨被林爱门铃 又独自一人待在家里 女顾客直呼 真的吓坏了 但让他不能理解 明明跟对方没有发生冲突 为何男子又跑回来 根据警方寻线追查 当事外送员表示 是因为不满被打负评 但是 我就没有给他负评 我就完全没有给他评价 女子很无奈说有够冤枉 因为自己根本没有为他打分数 但也不满 所以是消费者不能给 外送员付评 只会讲说什么 很遗憾你遇到这个事情 给付评就按铃 这让外界担心 APP上面会不会 头像地址曝光成了报复手段 不过 追踪调查发现 事实上在你点完餐之后 你透过平台 能知道是有谁来帮你外送 但是外送员呢 他只看得到店家的位置 以及要送达的地址 至于顾客的头像 则不会出现 就算外送员不照女子长相 但从姓名去找 也恐怕身份曝光 女子就担心自己有人身安全 因此向警方报案 律师也表示外送员 若反复按铃等行为 恐怕处罚 如果外送员的行为 反复持续 甚至在处户 做出制止行为后 依然没有停止 会额外构成刑法第304条 强制罪嫌 外送员辛苦送的猜人 想当然希望能拿到好评价 但被打负评 就按理行为是否处罚 就等法官来定夺 董事长 三讯文明星 红尊瑞 新北报导